嗨 BossMy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RC 今天我們亦都會用RCA Plus的系統 來和大家分析一下 恆子、納子的大市 和S&P 500的11個sector 接著我們就會加入外匯 比較最多contract size 最多人產買的英鎊和歐羅 還有呢 亦都會用RCA Plus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一隻很當炒的day trade的美股 那我昨天自己都有做的 接著就另外再跟大家分享 一、兩隻可以swing trade的美股 內容非常之豐富的 大家千萬不要走開 我們現在看一看這幅是恆子 恆子上面呢 daily chart 下面的weekly chart 大家都看到恆子今天呢 就升了107點 那正在做16382 那最近的低位呢 就大約是15980左右 就是有幾億鐘就是 不過我們那個是期貨來的 那這個也是期貨 那它大trend呢 下面的weekly chart 仍然是向下的 這個無可置疑的了 那仍然是downtrend的 那downtrend呢 就最好不要做swing trade的long day trade就沒有什麼問題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裏 我放大這個daily chart給大家看看 那daily chart呢 那daily chart呢 這裏呢就有一條 比較長一點的week 那我們也都是最近的低價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 大約是159 在這裏 就15987畫出來 差不多了 87和80 因為這裏少少呢 那個變化就很大了 那所以這個呢 就肯定是暫時的support位了 那它這次 我們這個tambly slow 畫了很久了 每一次都反彈 那但是這次呢 就沒有反彈到 那這條這樣的trend line呢 也都可以當它是support and resistance 因為打橫的這條這樣的 所謂trend line呢 都很多liquidity 所以它就算上去grab面 下回來 再grab過這樣 升不穿這條trend line呢 swing trade呢 都不可以做long的 那當然跌不穿這個位呢 swing trade也都不可以做short的 那暫時大家最好就day trade了 其實過去恒指呢 那一個星期呢 非常之好炒 其實這個月多 非常之好炒的day trade 我們這個月的day trade呢 rcaplus系統的performance 是比上個月更好 上個月 上個月都已經是非常之好 那有些舊同學呢 就whatsapp我 就說 港股很難炒的 那我們轉美股美期好沒有啊 這樣 那這件事呢 都不需要問我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 美股美期呢 你幾時都應該炒的 因為畢竟仍然是全世界最大的market liquidity最高 volume又最大 那個speak也都是最小 波幅也都非常之好 那就是 譬如你炒了蠟子這樣 我們先分析蠟子 這個是NQ立志的期貨 那你現在才想追呢 為什麼你不在 這個破壞的key level 或者在NQ上面 就已經 已經考慮呢 那當然我不敢說 你現在 是追水味 因為 聯儲局剛剛昨晚 才意識 是不加不減 就暗示明年會減息三次 不過市場pricing呢 是pricing了四次至六次的 那所以 現在NQ應該怎樣呢 應該不應該跟進呢 那我仍然覺得呢 Swing Trade呢 如果你是做得小的呢 你一樣是可以long的 因為你絕對不可以sort的 就是這個 這樣升上去的momentum 那個momentum那麽好呢 你走去做sort呢 一落著呢 你就已經先輸了些了 那你起碼看到這個uptrend uptrend呢 如果不想那麽多呢 你就照樣做long 當我一break了 你這條當是trend line 直接是trend line 不用當是 你break了這條trend line的話 你就停了 但是我始終覺得 大家day trade呢 就會贏得多很多了 那就break了以前的pves high的了 這條已經 上個星期他在那裡打橫走 那就有機會升有機會跌了 不是說一定 就是這個升開 打橫就會升的 就是這些叫做rally base rally 但是很多時候是rally base drop的 那這裡也看到了 rally base drop 這個也是rally base drop 所以永遠不會一定是rally base rally的 如果是這樣 全世界的東西就變成很簡單 或者變成很無知 那麽大家也都明白我的意思的了 如果你是真的要很想long的 你就long 擺指舌而已 沒有什麽問題的 但是如果一跌穿這條窗 就要立刻cut loss 我們long short都沒什麽所謂的 最重要有profit的時候 一定要ride下去 輸的時候就立刻cut cut的快 那長遠而過 如果你只是practice這件事 你的勝算都已經多過很多了 那S&P500 十一個sector ETF 為什麽我每次都要講呢 那有些現在的新新聞 那我就 就是反問一句 為什麽不講呢 因爲呢 這十一個sector 代表S&P500 最大就是 美股最大cap的 最largecap的 500隻股份裏面的 不同的sector 有了這件事之後呢 其實大家自己都可以 construct一個比較好的portfolio 其實最不喜歡我們看的 就是基金經理 或者基金的分析員 因爲你已經有了一個sector 譬如這個是 XLV Health Care的 那麽它下面 就是一堆股份的嘛 那麽所以 你買了這個呢 就等於 買了一個diversifier的portfolio了 那麽你如果懂得看 sector rotation的 好像我們 就是講了幾次 幾個月前呢 就要一定是要 這個XLE 就是Energy Sector 但是這段 我們就交叉了去 那麽你就可以 就是 我們rotate了來這裏 上個星期已經 上個星期 那麽你這個XLV Health Care的 你買的 那麽就贏了 那麽你 就是 這個sector 是有momentum的 當然有了 然後 你用Ausle A Plus的 系統呢 那麽你就自己可以 concept 這個 很balance的portfolio 那麽 那麽也無需要 基金經理 那麽呢 就是 都不便宜了 那麽 那麽大部份的基金呢 都是跑不贏 S&P 500的 一年計一年都是跑不贏的 當然 也都有 就是 一部份的基金 每年都跑人大肆的 好似 Kennett Griffin那一隻 成本基金 早幾天前 已經是 有雙位數的 就是盡象了 今年 那麽錢太多 又找不到 什麽好的東西買 那麽就直接 派回很多 錢給 他們的 account 因爲 我們 retail trader 好處 我們就可以 因爲我們 始終是 非常之小 無論你幾大幅都好 比起institution 來説 我們轉身快 譬如 我今次 這個 我覺得 就是 例如 我覺得這個 都 一下子升了幾多 那麽 我可以馬上走 但是他們呢 如果拿貨拿得多 就要慢慢走 那麽 所以我們是 比較flexible 一些的 所以爲什麽我們 可以day trade 基金不是 不可以day trade 但是很少 所以day trade 那麽爲什麽 我覺得是 最贏得多 也都是 最贏得快 如果你有優勢的話 也都是 最安全的 就是 你說買股票安全 那麽 那你 絕對不是的 就是 就算是 academically 股票都不會 安全得過 期貨的 day trade 我說 因爲你股票 除非你day trade 股票 這個我非常之贊成的 那麽如果你swing trade的話 你overnight risk 呢 非常之大的 就是 總之你 一日有position 在market 你就走不掉 這個market risk 但是如果day trade的話 你可以控制我們 就算是day trade 不是整天這樣trade 是trade的 那兩個小時 那兩個小時 我們一入市 就擺了紙舌的 所以我們控制到那個risk 是比swing trade容易得多 或者position trade 如果是一些基金的 所以這點大家也要清晰一點 那當然那個leverage day trade是大一點 但是leverage是你自己的 比如你經紀 給你一萬元美金 炒一張NQ 譬如 但是現在是二萬多 但是有些呢 就給你四千元美金 就炒一張了 但是你自己 可以set 我三萬元美金炒一張 或者有些真真正的分 是用了一個full amount 才炒一張 比如s&p 他們用了六萬五千元美金 才炒一張 那你的leverage 就沒有了 就是沒有了一個大leverage 根本可以做到沒有leverage 都可以的 那當然 我們炒期貨 就希望 就是leverage越高 那你的回報率就越大 就是用最少的資金 贏人最大的回報 那你要有這樣的skills 才可以 那大家 如果沒有skills 就做多些paper trade 做多些back test 才可以下注 這個12月 是有Christmas New Year 但是我覺得機會 也都非常之大的 就是搶放假 那幾天不開市 但是尤其是明年一月 一開球的時候 那個球幅 我想是會驚人的 either就是大上 或者大落的了 一月份是最重要的 炒美股 或者美期來講 好 我們上次呢 就三個帖 大家記得的 就是XLK 這隻是XLF Financial Sector 這個 Communication Service XLC 那三個我們的Sector 都選得不錯 大家看5天前 5、4、3、2、1是升的 5、4、3、2、1是升的 5、4、3、2、1也是升的 當然這個升的沒有那麼好 如果給我這些sector rotation 那這次呢 我就會奪了這一隻 就是有利益 沒有利益 因為呢 這條線呢 是比較frag的 和這些呢 向上的呢 當然是 做Momentum Trade 當然是 向上的會比較好 這隻呢 我們變成平衡 我們就不做 但是突然加上升了 直接升了上去 那這隻XLV呢 但是我都不覺得應該最 因為呢 這一支Candle呢 實在太多了 通常這樣 當然可能會升多兩支 但是Overextend的機會也都大 那我覺得我是可以保留XLK 這個是XLF Financial Sector 反而這些都好 就是我寧願它升得慢 升得慢呢 那有機會就是耐性 你升得急的話呢 總會有pullback 或者叫retest 兩個的說法都一樣的 沒有什麼所謂 XLV呢 這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這次呢 我們就留意這三個Sector 或者 那我們看一下後面那裏 大家都記得呢 後面呢 那六個Sector呢 我們就交叉了這個Energy Sector 那其他呢 也都我有一些 不是很喜歡的 比如這個Utility 飛到最後B字 我都不會買 你記得一下子升了呢 但是這條黃色線呢 是沒有slope上去的 所以VYS我也是不是很喜歡的 Basic Material 也都不一般的 所以這一版呢 剛巧撞到呢 我也不是很喜歡的 這個XLT 大家可以看到啊 都是很平衡的 突然間 就是一夾夾上去 但是未必代表它會再衝的 反而這隻呢 就會好些的 這是什麼呢 XLI Industrial 因為呢 你看到那條黃色線呢 和綠色線呢 都是一起slope 向上的 這些不是 這些有時候 一條slope 向上有條flare的 所以呢 今次呢 我就會選擇這個XLI了 那自己做自己的Portfolio Manager 是不是好過 就是靠人呢 那大家自己可以衡量一下 好 那我們就稍微總結一下 橙子呢 我們就覺得是 有個bottom 如果brick了才有做swing short 這個也都有liquidity 也是一條trend line brick了這個呢 大家才有做swing long 那這個走勢呢 我就覺得最好不好 都是低趨好些 從來沒有升過星星圈這裡 我們幾個星期之前 畫了這條線已經 我覺得橙子都是低趨好 多說沒有 NQ呢 大家也都知道了 如果要做的話 一定只可以long 不可以做swing 那它一brick了這條 什麼trend line呢 你就要停了 千萬不要說 我怕它很高啊 那你越怕它越升 越怕越升 你怕都沒有所謂 你不買是ok的 不買是不會輸的 就是你不要自己覺得很高了 是時候swing了 那樣 很多位都很高 如果你swing到現在呢 你都應該沒有什麼錢剩的 你的帳戶 所以 不可以就是 用discretionary 這樣來想 一定是有個system 那你呢 你就可以避免了很多 emotional decision 那這個我們也都說了 大家可以看看 那這次呢 我們呢 就會繼續跟大家分析 我首先跟大家講過了 可以說 看看上次的bitcoin先 那我們就是在 US stock那裡 是的 那bitcoin上次 所以我就要大家不要跟進了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upupup呢 是每一個up呢 都有少少少gap的 那這樣的升幅呢 就是大家看不下去了 那這樣的升幅呢 就是好的 所以 升得這麼急呢 就overextend了呢 多數會fullback回 走回這條橙色線那裡 才再決定呢 扮回上去 一定會跌下去的 那所以我們上次也都畫了這條線 break不到呢 第一條 這條線呢 你就千萬不要做 千萬不要繼續long了 那結果這個星期呢 是跌下來的 現在還暫時跌著 那所以我紅色的這個戰爭也都向下 bitcoin暫時呢 大家就不要買折了 低取也是可以做sort 如果你有自己的system 告訴你是sort的 那我們暫時這個都沒有 仍然是向上的 或者低位可以long啊等等 那麼低取你做long做sort呢 有優勢呢 是非常之可以做得很好的 我們用rcplus呢 只是看daily 我們不要簡單些可以 這個是英鎊 GPBUSD 那這個就不是那麽好的 爲什麽呢 雖然它在黃色線上面 但是這個黃色線呢 由這個 就是這樣的升法呢 變了有少少flat 那雖然說呢 美金是比較弱些 那美金弱些呢 我們都是選第二隻的 不需要選它 還有我 我的系統呢 出了一個紅色的屋呢 那我們就要避掉了 那我們看一下euro usd eurousd就不同了 大家聽不懂得到 eurousd呢 rcplus就出了一個綠色的墊子向上 那這個山也是向上 那這條是slope 跟著thread了之後呢 又開始slope上去了 所以我覺得呢 如果外匯的話 或者你做eurofuture都好 那可以做long的 那當然任何long shot 你都要做止蝕啦 那大家自己想一個自己可以 就是承受的止蝕位啦 給我當然簡單啦 我看著rcplus 它只要跌穿我這個黃色線 我就馬上走了 就是或者可以 第二個說法呢 就是我可以放一個stop呢 在這個黃色線下面一些 就是這個位置 那就是每天 當然每天啦 每天看一分鐘 那就退一個 有profit 就慢慢退上去 如果有profit夠大呢 就退到入市位 那繼續ride下去 那就輕鬆得多了 那這一隻呢 就是我剛才跟大家說 我是day trade的 因為呢 股票呢 美股呢 我今年呢 都沒有買過是過夜的 那但是day trade呢 就經常有 但是day trade呢 就沒有config of interest的 就是幾時long 幾時sort 總之一天就完了 所以跟大家分析呢 是沒有一個config of interest的 為什麼我會選它呢 當然你看一下 就是大的picture daily圖呢 它都非常之靚的 就是綠色的山 綠色的屋 橙色的線 45度 那昨天還更加好一點 昨天呢 有20% 就是升了 那20%中間 它是 不是一下子升20%的嘛 一開始升7個 跟著回到一點點 升10個 那跟著 這些都是 聯谷議席之後 升完10個呢 就升了8個 跟著升15個 那一邊衝上去的 那這個 我覺得day trade 是非常之好的 因為現在都是 只有42元呢 最高價這裡 顯然到 20%最高呢 是300幾元的 我覺得呢 是有少少少尖振動 有些振動 如果振動的話呢 那也起碼 如果真正有振動的話 起碼都會再到這個位置 那也非常好利潤呢 就是 這是來幾元 不要說300多 即是 如果真的振動回到300多 那就是更加好 那套 那我們day trade呢 就 比較flexible那些 那我做完 我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振動 今天會不會跌出來 但是我已經沒有姿勢了 如果今天開始 還有機會升的 那我就馬上又買了 看見有momentum 當然我們day trade是會用回一分鐘或者兩分鐘的圖 這隻Qualcum 也都是非常好的 就是以RCA Plus的System來看 這條orange line是很漂亮的 是合乎我們很多條件的 就是這條small line是很漂亮的 上個星期我就沒有看它了 因為你看看5、4、3、2、1 上個星期都還在flat 中的 這個綠色的sign也都向上 但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earning 就是我選股票就說很簡單的了 一定要有earning earning好 還要它反應得好 第二呢 就是要大圈是升的 NQ 的大圈是升的 Walkum 也都是NASDAQ 的Stock 大家看到了 NASDAQ 在這裏 另外呢 不是加息 就是現在起碼停了 也就是預告可能會減息 所以對它來說呢 我覺得這個 student是不錯的 當然任何的產品都要戒指虧 如果我做的話呢 但是我沒有做升� 我不會 股票илли citel的話 我覺得很很少會做的 我想放在這裏也足夠了 你可以自己設定目的1% 5%、5%等等 這裡是earning 為什麼我說這次好呢? 合乎我三個選股的條件就是 這裡大家看到有earning earning之後就gap了上去 gap了上去 紅色鏡頭本來不是那麼好的 但是不要緊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gap and go 還是gap and pull 再看多兩天 對呀 earning之後 gap完之後還繼續 我們也不用理會這麼多詳細 總之我們看到 small line 打橫之後就再向上 所以這些位置就是很好的 當然上次有個紅色的 這個是pull back 除非你foss這個orange line 不是你pull back之後 現在又再升了 所以這個spring trade 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我們今天也講了很多 股票講到ETF 又講到大市 又講到Bitcoin 又講到外匯 又講到day trade 大家留意一下 當然你day trade要有優勢才可以做 沒有優勢的你就不要做 但是有優勢是squeeze 那我見到什麼 market general return formation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大家要自己做自己的research 多謝各位 下次再見